这种鲜菜好吃到什么程度 就是一口吃进去就停不下来 就吃起来又焦又香 然后拌上这种浓浓的淀粉 来 咬一口 太阳太阳亮眼推荐 今天我们来的就是馅儿环 见功难理 带你们尝一尝这个 八言闹耳祝京般 就是后边这个天赋核桃冰果 整个这个环境你看起来 就有点妹妹那个意思吧 对吧 天赋核桃 点的这些菜啊 然后来尝一尝 羊肉烧麦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那边的 核桃绘酸菜 然后这么大量啊 小份 八蒙酿皮 然后也叫面筋 然后就是凉皮 酸菜嘛 黄瓜丝 来吧 尝一尝 大夏天的吃这个应该还是挺爽 闻着醋味没那么重 都是油香味 这跟山西陕西那边不一样 它是一样 香辣为主 没有什么吃的 这要说起来 这不就跟咱们之前吃什么 铁锅一居差不多嘛 羊肉烧麦 4个22 这应该算比较贵了吧 内蒙的 烧麦还是非常有名的 尝一尝 嗯 哦 哦 整个这个烧麦汁 就一压着 爆汁 然后羊肉的香味 特别浓 就是应该是它本地那种山羊的香 香味 跟北京那边不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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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最先 核桃绘酸菜 是那种当地产的酸菜 配上当地的土豆 然后还有排骨 我觉得这应该是排骨 看起来很瘦 应该是排骨肉 我尝一尝 这份78个不便宜 这种 咸菜好吃到什么成就 就是一口吃进去就停不下来 整个土豆已经很练了 然后它会把土豆弄碎 拌在这个酸菜里 所以就是酸菜的酸味 加上淀粉的香味 然后再加上肉香味 你看它这个肉 像一种在锅底下锅边上煎出来的肉 所以它口感并不是那种软烂的 而是那种干香味 你知道吧 就吃起来又焦又香 然后拌上这种浓浓的垫色 来 咬一口 这是我们的闷闷面是吧 铁锅五花肉 豆角闷闷面 这个面条上是喝了一层土豆也闷了 对 而且你看它底下其实它已经是半过去了 哎 服务员 你好 咱这是不是得有个勺什么的 这没办法完成啊 这个 我给你拿个夹子 勺子 就是不知道这种饭店供不供蒜 你好 来 有蒜吗 蒜有 来点蒜吧 这块蒜吗 哦 没看见 这蒜真的好大 你看这一辈 就一边包蒜一边聊聊 这叫天赋核桃宾馆 内蒙古嘛 核桃平原 整个核桃平原超级大 再分成两部分 银川那边的叫做西桃 内蒙古这边叫东桃 我跟你说 就这种面条 你看它就是焖面 拌着土豆 面香味加上土豆这种焦香味 这五花肉切的全是这种小条 吃起来差点叶 就是它们的面香味和土豆的香味很足 豆角的香味跟肉香味稍微少一点 所以我觉得你的辣椒牛加的挺好的 本来分色了不少 嗯 我就算了 分色更多 这是我们后来家的一个菜啊 过油肉土豆片 但是刚才尝了一口 其实就挺一般的 所以就给你们拍一眼就行了 然后你看其他东西 对吧 基本上已经 已经 接近战斗尾声了啊 这个菜上的有点慢 我们已经吃完了 整个240块钱 就是五个菜240块钱 就生产比很高 真的吃的很爽 就是 特别是他们家这个 土豆类的东西 我觉得你如果你的碳水 上瘾的话 这家店确实值得推荐 就还有很多别的菜啊没点 就是他们家基本上核桃平原嘛 还是以这种各种主食为主 然后呢烧卖其实也不错 但我觉得在北京能吃到好上麦做挺多的 但是在北京能吃到好闷面 跟这个好的会酸菜的地方可是很少 我们去那铁锅宇居 闷面很好吃酸菜一般 但是这就是酸菜也好吃闷面也好吃 虽然它的菜量就五花肉啊 豆角土豆这些量没有铁锅一均那个大 但是它整个味道吃起来这个香味 特别是这个淀粉的香味特别足 但是这个铁锅肉土豆肉我是觉得比较一般 就像是干锅土豆片的做法 但是油太重了 就整个就是只有焦香味 剩下啥口感没有 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啊 是八岩闹尔的祝京办天赋核桃宾馆 核桃宾馆的西桃 将来有机会咱们再去核桃宾馆的东桃尝一尝啊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光店 我吃了 吃了 这期视频完了 拜拜